天气忽冷会不会有很多小朋友感冒了 那么如果说是比较小的孩子 他不会自己醒鼻涕的话呢 很多家长会考虑使用一种电动吸鼻肌 但是有些孩子呢 却因此被吸到鼻子流血 医生也提醒 除非是这个浓黄的鼻涕或者呼吸困难 否则小朋友不需要 一看到吸鼻肌 弟弟就心疼疼 想要落跑 最近天气转冷 很多小朋友感冒鼻涕流个没完 有些家长会用像这样的吸鼻肌来吸鼻涕 但反而用到流血 原本想让小朋友舒服些 但却因为用力不当受伤了 让家长质疑 现在市面上很多电动吸鼻肌 是不是不适合小孩使用 直接吸到那个联膜呢 那可能联膜会脱落 会受伤 那受伤呢 那联膜是充满血管的 我们的鼻腔联膜是充满很多的血管 那血管破裂呢 那当然会一直流鼻血 医师强调吸鼻肌并非绝对必要 也不需要常使用 除非是浓黄鼻涕 或是小孩年纪太小 不会醒鼻涕才用 如果是清澈的鼻水 则根本不需要 而要使用吸鼻肌也是有配包 不是放进鼻子就好了 这样进去是最好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你这样进去 其实比较不会吸到这个联膜 这样进去 因为是在鼻腔里面 那错误的吸是从哪个方向 那你如果这样吸 那直接就碰到联膜啦 另外也可以用像是这样的器具辅助 大人透过一根管子 对准小朋友的鼻子 鼻涕会掉到瓶子里 避免双方感染 吸鼻肌很方便 使用时可要小心 否则鼻涕没出来 反而让小孩受伤 中间新闻林一清王一杰 新北市采访不到